欢迎回到健康日记 接下来在今天的第二个健康笔记本当中 我们要来考考大家 50间患者教室合作哪一项运动 第一个是打太极拳 第二个是跳国标舞 第三个是自由式的一个游泳 宇甄你觉得正确答案是哪一个 我觉得是第一个 因为我本身跳国标舞 我不觉得国标可以治疗50间 然后太极拳是因为妈妈有50间 但是她还是可以去做这样的运动 对 她今天有在做 所以根据妈妈的经验来回答 对对 是 秀英呢 我觉得是自由式游泳 为什么 因为游泳的时候 这个手背一定是要撑开的 左右的滑动 那这样的话就比较有扩张力 所以我觉得治疗50间会更好 是 露露觉得呢 其实我有听说过 就是太极拳 他是对身体的机能都非常好 对脑部的也很好 然后我也觉得 他的动作是缓慢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太极拳 太极拳 是 李医师太极拳跟这个游泳都有人选 正确答案是哪一个 我觉得50间的患者因为会痛的关系 所以在做一些运动 如果会让他疼痛比较加剧的话 我们是建议先避免 那跳国标舞跟自由式的游泳 因为有比较多手举过头的一些运动 他可能会让疼痛加剧 这时候我们的建议是先暂时避免 那太极拳其实是比较适合的 因为他比较美 他动作比较缓慢 也比较不会有手举过头的动作太多 所以这个答案应该是1 有没有适合 是 露露 我也看过一些人 他们有时间 然后他们去买一个辣椒糕来塗在上面 对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用 辣椒糕里面的成分 其实是所谓的一个辣椒素 那这个辣椒素会作用在我们皮肤的一个受气上 那它会有止痛的一个效果 所以这个对于暂时的止痛是会有帮助的 那我请问一下医师 如果说用毛巾来热敷肩膀的话 这个血液循环会不会更好 那可不可以舒缓无时间的症状 可以的 就是热敷就有两大效果 第一个就是止痛 第二个它有让肌肉放松的一个效果 所以热敷完之后会觉得比较不痛 那关节活动度也会稍微比较增加一些 这就是热敷的一个效果 这是在家里是可以做的 尤其是在做一些运动前 我们都建议病人可以先热敷 热敷 是 请问一下就是我妈妈在家里会做一种 就是比较经常是一个爬墙的运动 就是他可能听说来的 他就说要把手举起来 然后把手掌平放在就是墙壁上 然后手指做爬墙的动作 那我想说这个运动有效果吗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我们会建议病人做的一个 关节的一个活动的一个运动 李医师这边有帮我们准备一个资料 大家可以看到的话 这个右边这张爬墙运动 其实他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正面爬墙运动 患者面对墙壁 然后你换侧这只手就是沿着墙壁 慢慢的往上举 举到你觉得卡住或者是会痛的一个角度的话 就先暂时停住 不要再上去 这个角度维持5到15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来 那这个动作可以多做几次 你就会觉得关节活动度慢慢的一个增加 那正面可以做 那侧面一样也可以做 也有侧面的一个爬墙运动 是另外这个钟摆运动 这个也是一个复健的一个运动吗 是这也是为了增加我们关节活动度的一个运动 像这个患者 图示的患者 他就是一个左边肩膀的五十肩 所以这个的诀窍就在于 第一个你的右侧要有个东西可以扶着 因为这个弯腰主要是怕跌倒 第二个这个弯腰在下的一个状况下 就是利用一个左边肩膀悬吊在这边 然后利用我们脚跟躯干的一个力量 来带动我们的一个肩膀 然后就可以前后甩 侧边甩甚至划圈三百六十度这样甩 是所以不是手在动 而是透过我身体跟脚的这个力量 然后来带动他 是是 是除了这个李医师的这个动作在 谢老师这边是不是也有帮我们准备了一些 改善五十肩的一些动作 OK 我推荐了两种是在准五十肩的时候 之后我会告诉你们什么是准五十肩 就是因为那是可以发现也可以预防的 那我就针对就是不是已经痛到不行的手 我们如何来做运动 首先就是手整个肩膀放松 跟刚刚那个一样 就是等于是放松 用身体来甩 然后这个手掌的话 去打后面的肩膀高荒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就是说 打一下这样子 那声音越大代表你的手是越松的 OK 而且是正常的 假设你只能这样打的话 那标准五十肩 所以有一些老人家没力的话 不是没力的问题 它是已经卡住了 所以是就是放松 然后尽量去打 这个的话是可以让那个肩关节的话 得到就是好的角度跟舒缓 可是一定是在不痛的状态 或者是轻微痛的状态 这是一个 第二个 这个第二个这个东西的话 对一般上班族或者所谓的打电脑的都一样 就是刚刚讲了 整间比较紧绷的人 就是双手举起来 然后扣住 扣住 是 然后往上伸直 然后手肘的地方 把头的地方夹住 尽可能的 放在头的后面 夹住头 对对对 就是这个地方用力 然后夹住这样子 然后这个可以配合吐纳 就是比方说吐气 吐吐吐到底的时候 然后突然间放松 就是吸气 然后再吐吸 那藉由这个动作的话 你就是肩关节 或者颈肩部 周围的肌肉群的话 就是放松 那这个样子的话是 也是可以增加那个活动度跟角度 是 其实五十肩 透过简单的一个检测动作 还有日常的保养方式 可以避免它发生哦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宝宝之后告诉您